快时尚品牌H&M在北车的店面结束营业 最新传出连锁医美集团 还有日系药妆店都有一成租 醒目的白色外墙 这里是过去瑞典连锁服饰品牌 北车站前全台的第二家分店 在11月正式停业 最新传出将由连锁医美集团租下 掀起北车医美新战火 好像在东区比较饱和 北车的话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常看到 医美到哪都很竞争吧 跟地段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 居传也有日系药妆品牌 有意插齐另外三层楼 这边附近的话因为上班族人潮蛮多的 然后我觉得美食观众应该还蛮适合 就是这里的店面 但是如果药妆店的话 其实后面那种屈臣是什么的都很多 这栋四层楼商场地下室到三楼超过1100平 今年7月开价650万 不到四个月降租50万将近一成 变成月租600万元 如果加上管理费 年租就高达7300多万元 千平的这个商场的经营来讲 单一品牌的经营压力会非常高 尤其他的这个租金超过600万以上 如果用切割店面的方式引进不同的业种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组合 甚至是不要再做这样子的快食商 用一些其他的这些 我们说个人服务 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贴近内需市场 从过去租给电子产业 再到快食商品牌收摊 商圈业种逐渐转型 不只同栋楼就有新壳医美 隔壁转角的台北人际院新建大楼 申请医疗保健服务业 临近的亚洲广场大楼 也有魅登峰旗下医美 医美保健群聚 即使面临零售市场威靡 业者也要称低插旗 热门商圈 记者高群万俊良 台北三分报道 请不吝点赞